欸 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欸 你不知道嗎 現在立法院的議場 是寶可夢的道場 上面居然有一隻藍色的熊 藍色神奇寶貝在屋頂轉啊轉 國家議場竟然變成了 手機遊戲寶可夢的PK場 還被取了名字叫做 打不到 打不到立法院 你可以進去對戰升級 打不到立法院 結果發現記者等級太低 其實進得了立法院 也沒辦法找人PK 一般民眾除了洽工 要來立法院玩寶可夢 更是沒辦法 不過商圈就沒有限制啦 丟 來吧 丟 很丟 很不配合欸 信義區街頭這位大哥 寶貝球丟了八次才抓到 OK 這樣就有了 對 你今天抓到的幾隻 喔 第三十隻吧 信義區這邊很多是不是 呃 對啦 不知道為什麼101很多老鼠在那裡 哈哈哈哈 你看走那個外面那個那一圈 都有人在抓 因為那一圈好像很多人 那種手機拿著應該就都是在抓吧 這裡有衣服 它會顯示這裡在這裡 好可愛喔 對 然後這邊有皮卡丘 人路的地方好像就會特別多 有了 喔 它叫派拉斯 我談起來了 年輕人談到寶可夢都好興奮 人們邊走邊看手機 已經分不出是在傳訊息還是玩遊戲 寶可夢台灣開放下載第一天 不只台北街頭 就連南投鄉下都出現了玩到著魔的活屍大軍 走在人行道不打緊 要是像這樣 沉浸在虛擬世界過馬路眼裡只有手機 最好車子會像這樣讓你先過 這段國外影片被警政署長陳國恩轉傳 提醒大家寶可夢可能延伸的交通問題 台鐵更是貼出公告 要大家不要在戰區平交道鐵路沿線玩 遊戲要玩性命也要顧 不要寶沒抓到命先丟掉 魚人TV 瀨香山 陳玉冰沈下於台北南投報導